你在這部作品裡面的這個陳偉設定裡面的角色 跟你本人你跟男團的紅正比較接近 還是跟陳偉比較接近 你是比較接近哪一種 因為你知道男團會被塑造成一種很正面 很陽光開朗的這種形象 其實我私底下比較接近陳偉 但是就是在所謂的公眾場合 比較接近就是以往大家的那個印象 因為畢竟還是要代表某一些正能量 我們那個團體的那個氛圍才會比較適合我們那個發展 他們彼此之間雖然融洽 可是內心就是會自己 就是有一個東西不想讓對方太容易知道 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你們四個人 不是除了你之外 他你怎麼知道他不是 這個很難講 不會自己搞自己吧 因為他是個小說家 然後他因為長期失眠的關係 有在服用一些藥物 對啊 所以這一切就是我們真的是到很後期後期 才拿到所有的本 欸我懂 就像現在之前不是好萊塢有拍嗎 就是男主角到最後才發現說 也許精神分裂是他自己 對對對 就是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虛構跟幻想 也有蠻多這種作品 當然有這種可能性 對 開放所有的可能性 讓大家去玩嘛 欸你們這樣子口風都好緊喔 你們是順著拍還是跳著拍 跳著拍 超級跳 必須要跳著拍 整個組拉到台中去拍 在有限的時間內 單一場景把第一集到最後一集 全部都拍完 才轉下一個場景 你知道推理劇跳著拍 真的演員要適應很困難 都不敢休假啊 我好像也放了一個禮拜的假吧 我都不敢休假 大家都以為我回台北了 沒有我都一直在飯店裡面 我們全劇組都在台中 嗯 然後我有一次是第一次劇組第一次放假 因為我們剛下去台中拍 我們就拍書屋 就等於陳偉的主場 就是那個搭的 搭的那個場景 對對對 就拍陳偉的書屋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休假 我在電梯遇到洪正 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去休息去哪邊走走 他就說我沒有休息 我都在房間被劇本 我說你幹嘛 他說誰敢休息啊 明天都是我 還嗆導演 不是可是因為跳著拍 對於演員來說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因為你的情緒沒辦法順著 然後你的場景 因為故事一直在發展 但是書屋一定會一直出現 可是你在第一集出現的書屋 跟在第六集第七集的時候 發生事件都不一樣 所以你頭腦要去 自己去連貫跟填補那些 還沒拍的都空圈 超難的 一聽就知道是行家問的問題 哈哈哈哈 那你想想這部分 來竟然行家問 尤其我們又是推理劇 對 所以這些 超難 你剛才說的這些東西 又要更 沒錯 更想清楚 因為你那個連接點 或關鍵點 你只要掉了一個 你就會 你的情緒跟你的狀態 會銜接不上 觀眾看起來會很奇怪 而且它算 書屋算是手 手批拍的場景 的其中之一 所以很多事件 要自己腦補 我們可能只有劇本 沒錯 問題是有的時候 現場真實拍下來 是什麼樣的感覺 是拿不到的 所以就只能跟導演 做非常多的溝通 才知道說 這一場可能這個人物 在那個當下 是個什麼樣的狀態 是蠻有趣的 這整個過程也算是演員的推理 就是觀眾可能是陷入我們這個團隊創造的難題 可是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推理要過 可是你知道這就是觀眾 如果比較在看深一點的觀眾 可以去透過我們今天自己的訪問 你可以去仔細觀察的點 因為在於很多就是 behind the scene 你沒看到的時候 其實劇組因為要搭場景的關係 或是拍攝 不得不這麼拍 可是你要把它連貫成一個劇的時候 觀眾可以去看 你也許一刷完 整個看完了之後 你再去看二刷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那些細微的點 為什麼會說一個劇能夠被剪出來 然後能夠被觀眾喜歡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在跳著拍又是推理劇的時候 導演跟演員的功課跟緊密連結度 要比其他劇還要高很多 所以你們在現場的張力 還有你們是不是一直不斷在對話 有 其實洪正我必須要誇讚他一下 因為他其實本身也是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個推理腦 就是本身也是一個很注重邏輯的人 那我其實也是注重邏輯的 所以我每次在跟他討論說 這場該什麼情緒 然後該怎麼表演的時候 其實我常會覺得說 如果他覺得他過不了 我就會感覺他眉頭深鎖 但是他比較不會立刻 他就成為上身啦 但是他比較不會立刻就表現出來 他會先聽 但是你就明顯感覺到他 他好像也不太對勁 似懂非懂這樣 然後我就因為時間 因為我們都必須要趕著時間拍 所以我就先拍了 但是你就很明顯會看到 螢幕呈現出來的成為不太對勁 我就會上去又跟洪正說 你是不是哪邊又不懂 然後他才會願意講出來 所以他常常就會先 他會先滿足你 然後之後他才講原因是什麼 但是你如果不講的話 可能那個就過了 但我其實蠻需要跟演員做這個互動 所以我很清楚說 他到底懂還是不懂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上去跟問洪正說 你覺得你是哪邊不懂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講他的原因 然後聽一聽 好像有道理 所以我就會改變 我自己也會改變 我就會改變原先我的設定 然後就照他的 好酷喔 就等於是在推理劇裡面 你們又在推理 然後以及再去補足一些 可能也許有瑕疵 或是有空缺的地方 對對對 超酷 洪正很棒棒喔 好不好 來洪正 最後你來壓軸來講講 你在裡面有沒有哪一些 你的影迷 或者是說沒看過 你過去的作品 在這部作品 會看到什麼樣不一樣的洪正 在成為這個角色裡面 我覺得很多面向都是截然不同 全然一新的 那這整個過程 觀眾跟角色的共通點 大概就是找真相這件事情 可能觀眾看就想 我想知道凶手是誰 對於角色而言 我想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可是可能這個重點並不是知道 是知道了 然後呢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漣漪 可以去細細的品味 嗯 對